两位队长你们好 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射箭项目正在蓬勃的发展 在2008年 射箭项目也实现了奥运金牌0的突破 而这一次你们要挑战的就是 射箭 现代射箭运动 最初由狩猎及军事需求演变而来 因其上手强和快准狠的运动特质 被广泛传播至今 1908年起 射箭被正式列为奥林匹克的比赛项目 张娟娟中国奥运射箭史上 一颗闪亮的金星 2008年北京奥运会 张娟娟在赛场上力压群球 一举拿下中国奥运史上 第一枚射箭金牌 这次在家门口的胜利 使这项古往今来的新兴运动 焕发出异样的光彩 曹慧 曹慧 中国女子射箭队队队员 2016年以优异成绩获得里约奥运会入场券 戴小翔 中国男子射箭队队员 这位帅气的福建小伙 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 创造了中国男子射箭个人 在奥运会上的最好成绩 他们用实力和汗水 书写了中国射箭史上 不同时期的巅峰高度 他们以用顽强与拼搏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的 不断奋斗 中国射箭奥运剑儿们 持之以恒 顽强拼搏的精神 也将不断在中国射箭史上 书写更为精彩的篇章 好啊 没点看家本事怎么当队长呀 这次他们可撞我枪口上了 十方告明 锦囊靠谱 太好了 看你们信心满满 我也充满了期待 那就祝你们好运 佳哥 我选了两位队友 微博XP6 请帮我连线训练现场 百步穿扬 百发百咒 来吧 来吧冠军 那七大公是大吊 一笔公打了一百二十环 比准度的东西还没有人能赢过两个 听说你身边非常厉害 七八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命中率吧 你觉得我们队友怎么样呀 我们的队友孙玉舟和刘维 我对他们抱有了非常大的期待 我跟你讲啊 我觉得我赢冠军不一定 但是我觉得我有一点特别厉害 干扰冠军 其实我们并不怕两个 不管他是什么小区反首王啊 还是小区反曲王还是什么 我们都不怕 他还有这么多称呼呢 你知道不是谁吗 朝阳区罗宾汉 我们今天的状态就是让冠军颜面进士大吃一惊 那今天我们就借着终结者队的名气 然后呢搓一搓他们的锐气 我们是冠军 我们谁都不怕 看Vivo来罢冠军 有请节目仲裁 何炅 功不公平 看我心情超越自己 来罢冠军 欢迎各位来到Vivo来罢冠军 我是仲裁何炅 今天呢 首先还是要介绍一下 我四个非常可爱的小伙伴 黄俊杰 王倩 欧阳娇 梁敬舟 还有在观众席当中 K的小V 说到今天这个项目呢 可以说历史非常的忧远 甚至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 在很久很久以前呢 它是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必备技能 在历史长河当中 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武器 有人用一个成语来形容它 就是静若处子 动如脱兔 是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比试的射箭 接下来各位亲爱的朋友 我们来欢迎我们今天终结者队的队长 贾乃亮宋志 杰 宋志 哎呀呀呀 帅飞了 帅飞了 杰 宋志 天队长 怎么就你一个 我刚介绍了俩人 亮队长呢 鸟儿 鸟儿 这里有三只鸟 我当然要一键三鸟了 来 不止而不见 在第一个字 哈哈哈哈 哈哈 大家好 我是亮队长 好 二号队号 大家好 我是四川射箭界的唐巴克 我们下一季的周周 孙宇忠 第3位 来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东北的 世界军军 刘薇 这个项目据说是倩倩为数不多的 擅长的体育项目 非常厉害 有我在躺着赢 我刚才已经进一聚到冠军的休息室 给他们做了一番赛前的动员 我告诉他们不要留情 因为中阶者队到了第二季 已经更加的不要脸了 所以今天你们将会遇到 非常非常认真 前所未有状态满满的冠军队 好 让我们有请当之无愧的 金国英雄奥运冠军张圈圈 新生代的主力 李约国手曹慧 用实力创造中国男子涉嫌项目最好成绩的 戴小翔 对于我们国家的运动员来讲 其实张军军当年拿下这个0的突破 这个金牌确实是特别振奋人心的 不过今天我们会取代你们的 你们不是取代了韩国吗 今天我们取代你们 你作为一只雕 你要取代谁 今天我们三位冠军不是空手而来 接下来就请我们 娟娟来给我们讲一讲 这个弓的构造好不好 这个中间蓝色部分是我们的弓把 然后两边是弓片 弓片 这个是瞄准镜 然后前面这个部分是防震器 防震感 起到一个力量的平衡作用 也起到一个防震动的作用 好 谢谢我们冠军 那曹慧你平时运动当中他比赛的时候 肯定要有一个很平静的内心 很强大的一个心理素质 但是今天呢你会发现 有一群奇怪的东西会一直干扰你 会不会有一点担心今天状态不太对 当然不会 我会用我们的技术战胜你们 真的吗 好大的口气 通俗的来讲的话 就是他们的弓有可能只能打蚂蚁 我们的弓打雕都没有问题 打雕都没有问题 打雕都没有问题 撑吧 来吧 我们就是谁准组合 今天就是来收拾你们的 在我们今天即将要开始的这个比赛之前 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项的能力展示 欢迎进入到VIVO来报冠军今天第一轮的能力展示 名字叫来吧神剑手 我们知道射中靶心是冠军要做的事情 但如果在中途放一些小东西能够穿越而过 感觉视觉上就会很过瘾 很过瘾 很过瘾 那么今天呢我们首先要派出的是我们的曹慧同学 他第一个要挑战的是一颗这么点大的番茄 好不好 来我们掌声给他加油 我们能力展示的第一项 神剑手曹慧现在要射一只番茄 很讨厌 没有工作 超高松的 超高松的 全身 没炸开 但是就穿过去了 大家以为他会这样溅开对不对 但是事实上当速度够快的时候 有的时候甚至你扎一个气球 速度更快的时候 一把针扎过去是没有问题 好吃 吃了 还蛮好吃的 还不错 亮队长他确实是个番茄 但是他确实也没洗 这张不准吃了没病 好 这个挑战非常完美 那接下来转到第二个 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太过分了 眼神不好的观众甚至没有发现 中间有一颗圣女果 圣女果 我觉得何老师 我觉得圣女果不要了吧 跟番茄一点像 那倒也是 对 我刚才看了一下 亮哥手指头上那个戒指挺好 好 给了应用 好 你咋不拿你的呢 我不用 这是我跟露露的结婚戒指 这是 所以这个戒指对于 那个亮队长来讲 还是很重要的 对吧 这里面承载了太多的幸福与荣耀 那正好设她一下 露露 露露 我给你拍一个照好不好 好 纪念一下 我给你启动一个双摄虚化的功能 你想要戒指时你虚还是你时戒指虚 只能选一个选吧 那就让露露时吧 你这样你把戒指推出来朝向我 好 你知道厉害在哪吗 怎么了呢 厉害在你可以拍完之后选 比如说现在是你时对不对 然后 好 可以变了 厉害 我也想要这个手机 那送我吗 这是我的Vivo X Play 6 而且跟广告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样我给观众看一样 那个导播你拍一个那个 大家看到这是我刚拍的照片 现在大家看谁是实的 戒指是实的对不对 好 现在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你确定拿我这个吧 对 把这个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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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好扣你 现在的难度在哪里 刚才是整颗番茄 差不多这么大 但是现在已经缩小到 只有这么一点的一个直径 我们来看看曹慧能不能 很难 你实际上是一种 你不相信 联络 你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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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 不相信 你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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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相信 你不相信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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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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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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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